修行学佛,我们要发菩提心,才能够增长智慧 佛将生人间,为了让众生知佛之鉴,入佛之鉴,无佛之鉴 所以学佛修行,应该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,必须感念佛恩,也应该尊重己灵 同时知道忏悔业障,忏悔业障如同波云见日,夜宵尽朗 所以我们先要忏悔业障 所以在发菩提心,依教如法,把丛林的规矩,能够传承下去 这个意义就是非常重大的 我们来参加法会的居士,都当作像伴佛妻一样的 很虔诚,很肯切,来共修 当然就会得到法喜充满,得到祈求可以满怨 所以有很多在觉得他的修行可以增上 所以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学佛修行,若能够知佛众恩而感念 并能够尊重己灵,而用心地向佛学习 能因为有山障,而难以解脱,生死烦恼,轮回流转,生死不已 所以要去除无名,增长智慧与功德 必须发菩提心,忏悔业障 史方新闻,归文许建议,高雄采访报道